嗨 大家好 我是蒙恩 就是 就是真的你们看我现在的样子 你觉得我会是有遗憾的人吗 我真的 我觉得我 我就是那种 我一辈子不会遇到什么大事去遗憾 但是我可能就经常因为一些小事耿耿于怀 我最近遇到的最遗憾的事 就是我去年去日本没玩好 我真的想跟你们分享一下经历 也避免你们踩雷 就是首先 如果你们出去玩的话 第一件事 一定不要因为省钱 去选择做廉价航空 我不知道你们做过那些连航没有 我做的那个 就它飞机上的硬件设备和它的服务水平 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 火车飞上天了 我那一路颠的呀 我的天哪 就人家的飞机是偶遇颠簸气流 我那飞机拖运了两箱气流走 好不容易不颠了 空姐推了个小车就出来卖东西来了 她真的是在推销 推销面膜和刮虎刀 就在她那个颠簸的节奏 还有她那个激情的叫卖当中 我真的恍惚了 我跟你们说 就是我本来想问空姐 就是说到东京还有多久 结果我脱口而出 到东京还有几站 那空姐回答得更可气 我都分不清 她跟我幽默的 还是她以前职业病犯了 她说下一站到了 睡吧 换面膜的时候叫你 然后去了日本 去了日本之后 我不知道为什么 每一个朋友都要让你去日本 带很多药回来 对吧 什么制痘的 趋纹的 止痛的 还有带什么就是防止脚后根干裂的 对 我当时我在日本 我什么也没干 我就干药妆店了 你知道吗 我当时感觉我就是 我就是当代徐服 然后而且日本的那些药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其实它很鸡肋 它没有多大用处 就是那种治大病不行 但是那小病不治也行 对吧 我上次 我当时甚至想过就是 徐服当年东渡啊 不是没回来 回来了 又被秦始皇赶走了 你们想象一下 秦始皇躺在床上都快不行了 然后这个时候徐服拿药过来 一通喷 秦始皇说 这样能长生不老吗 徐服说 能屈蚊 这样啊 能让你走的时候呀 旁边清静一点 真的没有用 而且我跟你说 最过分的是什么 最过分的是我一个朋友 他让我带一个药 这个药什么疗效都没有 唯一一个作用就是 吃了它之后 能够让你排出来的东西 变成彩虹色 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玩意儿 根本是没见过彩虹吗 还是怎么样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那些服务人员解释 你知道吗 我英语不好 那日本人英语更差 我就跟他说 我说 One drug BOOM Rimbo Rimbo 掌握好一本卖语 是多么的重要的 然后我住的那个民宿也非常的差 我的那个淋浴室下水道堵了 我那个 我的女朋友就去那个打电话找老板 就是我这时候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英语好的人和一个英语不好的人交流 会非常有障碍 但是如一个英语不好的人和另一个英语不好的人交流 那简直是沟通无国界 我女朋友英语还行 但是她就下水道堵了这种比较生活化的东西 她也解释不清楚 日本老板也听不明白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我说我来我来我来 那一天后就说 You know 就是你们知道英语好不好 你说话先You know呢 You know My bathroom 下水 Underground water 我女朋友当时就像你们这样笑我 她说Underground water 你怎么不说你是Underground rapper呢 但是你们知道那个日本老板说什么吗 那个日本老板说 Underground water 哥们儿听懂了 到了最难的地方 堵了怎么说 我当时想想 我当时想想 My underground water Yes today But today 登登登 进阶了进阶了 进阶了进阶了 五分钟不到老板拿着皮穿就上来了 而且而且那个民宿 其实他的隔音非常差 我旁边住了一位外国人 带了一小孩 全世界的小孩都一样 半夜不睡觉 就往死吵吵 然后我就听见他就说 Daddy 后面我也听不懂 然后但是 然后他爸很有素质 他爸就说 Baby 结果小孩说 OK 我当时凭借我 仅听懂的三个英文单词 和当时的语境 我分析出 那爷俩的对话是这样的 爸爸 我睡不着怎么办呀 宝贝 你要是睡不着啊 你让旁边那屋也别睡 好的 今晚咱们谁也别想睡 我忍不住了 我一定要出去跟他理论 虽然我只会一个词 就是shut up 我为了让他听懂 我专门在屋里面 拿着手机听了 三遍shut up的发音 出门之后 正好旁边老外也出来了 结果大哥是一黑人 我当时我杀的 我就说 Welcome to Japan 其实我出去玩的时候 我每次就是有个什么习惯 就我不希望让别人看出来 我就是那种第一次来的人 就显得很生涩 对什么也好奇 我特别希望 就让我显得这样 我对这儿很熟 我经常来玩 然后我甚至觉得我不说话 我在日本街头走的时候 人们真的会觉得 我就是一个日本当地的哑巴 除了这点之外 就是千万不要去那种网红店 然后日本最火的一家网红店 就是周杰伦去过的那家奶茶店 我觉得那家店 就是在利用周杰伦 在骗中国游客的钱 那家奶茶店 他就在门口写了一排中文 只有中文写的 亚洲天王周杰伦爱喝的奶茶 然后他在上面放了很多小电视 就循环播放那首MV 就说好不哭什么什么什么的 我当时就心想 排队的估计全是中国人 我就说 我们的钱就这么好赚吗 我能要是这样的 我就在附近商场 我就找一个洗手间 我包下来 我也写一个牌子 亚洲天王周杰伦来这儿上过厕所 我在厕所里 安上小电视 也放周杰伦所有MV 你们上厕所也能看 然后之前人唱的 哪里有彩虹 你碰Rainbow 谢谢大家 我是萌恩 大家好 我是皮球 感觉讲不好就要回去做运营工作了 今天的主题是被骗了 就是我是真的被骗了 前段时间我去了一趟俄罗斯旅游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旅游跟团 所以心理准备严重不足 我们这个团 第一次在机场集合的时候 我和我老婆当时就傻眼了 这个团二十多个人 除了我们俩以外 最年轻的是一个六岁的小姑娘 第二年轻的是这个小姑娘的奶奶 我说很奇怪 我说这怎么回事 我老婆说 我也很奇怪 没说老年团呢 就把海报找出来一看 确实是没有老年团三个字 但是有一行小字 金秋九月出国玩 不给儿女添麻烦 而且从一个细节 你能看出我们这个团的年代感 我们领队开始收护照的时候 有几位老奶奶 那是 拿开旅行包 取出小块包 拿开小块包 取出塑料袋 解开塑料袋是手帕包裹者的包裹 解开这个包裹里面是她的护照 我一看 太牛了 这还没到俄罗斯 就开始玩俄罗斯套娃 那我为什么跟团呢 确实是语言不通 可以这么说 整个团 我的俄语最差 即便是那些老年人 他们年轻的时候 也是学过很多 简单实用的俄语的 比如说你好啊 谢谢啊 实在喝不了了 让你啊大哥 那么 我们团呢 有一位老奶奶 他后面还跟一位 俄罗斯大爷聊天 那大爷问他 我说他说啥呢 老奶奶就翻译 他问有没有老村长久 纯粮亮照 真采实料 我也听这么大爷的话 有品味还很懂客户 然后我们这个飞机呢 十个小时以后 到了俄罗斯 我们这个团 是由中国的领队 和本地的导游 共同带领的 这个导游是中俄混血 他都不用告诉我 他的家世 我都知道 他混的是中国哪的血 因为他对我们说的 第一句话是 前面干啥呢 我在飞机上 他晕亮了十个小时的抑郁风情 被他一句话给我全毁了 马大哥 赞送彼得堡 赞送彼得堡大教堂 那真是 嗷嗷嗷嗷的 他都没话学 确实是不打地的 大哥好笑 然后导游很快 就让我们领略到了 他俄罗斯的一面 因为大巴行进过程当中 他突然站了起来 咱们这趟行程 还有很多自费的项目 因为考虑到 大家以后也不会来俄罗斯了 所以我就替你们做主 都给你们抱上了 有谁不去的吗 不去的举个手 谁敢举手 都去哈 好 现在大家把钱准备一下 一般这个时候 我们都会期盼 由一个勇敢者 站起来反对他 那天能指望的 也就只有我了 也不是说我有多勇敢 确实是因为 车在行进当中 那些老年人 他站不起来 但是我也并没有表示反对 因为我觉得 这个钱应该花 这个钱花得值 你想啊 花了这个钱以后 命就保住了 是不是很值得 然后导游不仅有俄罗斯人的标函 还有咱们中国人的不见外 有一天在大巴上面 导游就说了 下一个景点是列宾美术学院 说实话 也没啥好看的 你们就别下去了 听我给你们讲就行了 过了一会儿 大家看窗外 这个是莫斯科国立大学 都看到了吧 看到了哈 好 现在我们去下一个景点 所以我在俄罗斯 我就特别羡慕别的团 别的团是上车就睡觉 下车就拍照 我们是上车就睡觉 下车你别想下车 有一天是这么度过的 早上九点钟 然后我们上大巴 三个多小时以后来到一个景点 景点待了两个多小时以后 然后我们由原路返回 回到了酒店 然后导游说 今天我们一共参观了 十一个景点 其他十个我都不敢说是参观 纯粹就是路过呀 而且我觉得这个思路真的很牛 而且没有必要 到了俄罗斯再这样 我们在过去的飞机上 就可以开始 大家透过窗户往下看 下面是本次行程的第一站 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一共有二十八个景点 现在大家一眼就可以全部看完了 当然这趟行程呢 最有意思的还不是俄罗斯 还是咱们中国的团 因为我们去参观一座教堂 教堂外面有很多鸽子 导游就说 这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鸽子呢 她本来是想说 因为那谁谁谁需要鸽子 传递她的祝福 但是我们一位中国老太太 因为营养价值高啊 进了教堂以后 里面有一幅画 画上是耶稣和她的妈妈 圣母玛利亚 导游就说 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还是刚才那位老太太 宋子观音 都说世界这么大 我想去看看 我想说的是 世界这么大 抱团的时候多看看 谢谢大家 我是皮球